她的秀发被风吹得乱了 拂过陆雪棋白棋的脸庞 只是 她却似乎根本没有注意 默默地站在望月台悬崖的最前方 正正向着远方凝望 山风渐渐大了 她的衣裳开始在风中飘舞 往前再进一步 就是一片黑暗 就是万丈深渊 悬崖边回光里 那个白衣女子孤单矗立 一点一点的 是什么在身心浮现 原本是柔情的情怀 怎么慢慢的 却变成了伤心 一下一下 像看不见的刀锋 在内心深处深深刺着 眷刻她内心的伤痕 原来却是一个人的容颜 相思 刻骨 她在黑夜无人的时分 在僻静无人的地方 慢慢地张开了双臂 前方就是无边的黑暗 仿佛天地苍茫 风这么急 冲入怀里 像是要把人撕扯一般 脚下的黑暗 也突然蠢蠢欲动 也从不知名处 伸出黑暗的手 缠住她的身躯 想把她拉入深渊 只是她竟然仿佛是吃了一般 只是默默凝望着 风吹着她 此刻那么单薄而脆弱的身体 就像是黑暗中盛开的百合花 夜色深深 那莫名的寒 透住了身体的每一份肌肤 只有脑海 只有头脑中忽然炽热 那深深隐藏在身心的柔情 此刻突然像是燃烧的火焰一般 迸发开去 然后凝结成 一张熔岩 苍狼的一声锐响 在黑暗的夜里突然响起 远远回荡开去 天涯神剑出窍 在黑暗里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白色的身影随着腾起 在半空中 接住那天涯 凛冽的山峰 豁然席卷而上 伴着那白色身影 在望月台上 开始了美丽到不可一世的剑舞 秋水如长天落下 化作无边银河 在仙仙素手中婉转腾挪 在黑夜里昏畅奔流 时而冲天 时而落地 时而化作银衣流光 眷恋那绝世容颜 时而又散着漫天繁星 闪闪发亮 陆雪奇就在这望月台上 深深咬住了唇 闭上了眼 身子仿佛随风飘荡 如飘絮如冷花 悟出了世间凄美的身姿 他化作白色浮光 用尽了所有力气 脸色那般苍白 仿佛还看到淡淡汗珠 可是他竟然还不停下 也许是身体倦了 才能忘却了所有 所以他捂着捂着 夜色中那道身影 悠悠而美丽 轻轻的一声脆响 天涯神剑缓缓 从手中落了下来 那锋利的剑锋 根本无视坚硬的岩石 如刺血一般 无声无息地刺进了石头之中 灿烂而美丽的白色身影 渐渐低伏 黑暗悄悄涌上 谁在黑暗中滴滴喘息 有水珠轻轻滴下 落在石头上 或许是疲累后的汗水 他轻轻地喘息着 喘息着 然后慢慢地平静下来 目光抬起 却有着淡淡的枉然 不知何时 他捂到了望月台的后边 眼前是一片竹林 在他面前的是 纤细而温柔的泪竹 淡淡的微光下 一点一滴的泪痕 像极了伤心的女子 他正正地看着 忽然笑了出来 无声地笑着 仿佛还带着几分苦涩 虽之也不顾地上尘土 不顾身上洁白的衣裳 背靠着泪竹 坐在了地上 抬头望天 苍穹无银 夜风吹来 仿佛有淡淡熟悉的味道 他闭上眼睛 深深呼吸 原来疲累过后 那心中的容颜 却是更加深刻的 往事一点一滴 都自刻在了心头 再也抹不去了 就像是在那日 天地保护之外 他冲动地 拉住他的手救他 根本忘了自己的危险 他仍然闭着眼睛 可是嘴角 却又淡淡微笑出现 然后 想着想着 直到想到了 那最后时刻 出现在他们周围 飞舞的神秘文字 这才发现 那些字 竟然深深刻在了脑海之中 或许这样 可以忘了他吧 他这样对着自己的内心 深处说着 虽然他自己也不相信 但是口中 仍然轻轻念着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钩 深夜里 古远的文字仿佛魔咒 滴滴回想在黑暗之中 清云山通天峰 祖师祠堂 大殿里的光线 还和平时一样 显得有些昏暗 掌门道权真人 手捧三柱清香 恭恭敬敬地向 数位祖师先辈灵位 行了礼数 然后踏前一步 将手中檀香 插在供桌之上的香炉中 在他的身边 只站着那一个 照顾祖师祠堂的落魄老人 昏黄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 一条条皱纹 深得就像刻在脸庞上一般 道权转转过头来 目光落到他的脸上 你好像看起来 又老了几分 那老人面无表情 岁月催人老 有什么好奇怪的 道权笑了笑 似乎还想说什么 忽然这时 从祠堂外头 传了一个声音 前辈 弟子临京宇回来了 来向前辈问安 道权的眉头皱了皱 住口没有说话 那老人缓缓上前一步 但并没有走出祠堂 只是提高了声音 是你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弟子头天回来 在禀报掌门之后 千惠龙守峰 见过守座师兄 一得空就过来 拜见前辈了 哦 这样啊 那你先在外面等一等 我这儿有个客人 临京宇似乎在外边 正了一下 往日这祖师祠堂 也没什么人来 想不到今天 居然有客人 不过 他师从这神秘老人 修行十年 早就对他恭敬如师 当下应了一声 安静等候在一旁 道权真人 慢慢走了几步 站在大殿里的阴影之中 从大门看出去 只看见 何须的阳光下 临京宇背负斩龙剑 一身长衣 妖术玉带 面容英俊出尘 态度恭敬地 站在祖师祠堂的一侧 耐心等待着 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 这孩子是块好材料 无论是资质心性 都是上上之选 老人的脚步看上去 有些迟缓 走到他身边 也向外边看了一眼 那你当年 怎么不把他 收到你的门下呢 道权真人的目光 遥望着 站在祠堂外头的 临京宇 那青年正是 英姿勃发的时候 无论从哪看 都透露着一股 蓬勃的朝气 和逼人的锋芒 让人觉得他 与众不同 道权真人忽然笑了 很平淡很平淡那种微笑 然后转过身来 因为他太像一个人了 气质表情 甚至连他的姿质 都和那个人那么像 如果让他在我身边 我会睡不着觉的 他身边的老人 脸上肌肉 突然抽搐了一下 道权回过头来 看了看他 许久之后 摇了头 忽然笑了 我和你开玩笑的 话音未落 道权随即手辅胸口 滴滴咳嗽几声 那老人向他胸口望了一眼 又看了看 又看了看道权真人此刻 微微苍白的脸 都十年了 你的伤还没有好吗 道权真人没有说话 但咳嗽声却渐渐大了起来 随后 他的脸色渐渐难看 过了好一会儿 咳嗽才慢慢平缓下来 道权真人 尝出了口气 转过了身 不再看向门外的林鲸鱼 走到供奉着 无数青云门祖师灵位的灵台前 正正看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我也没想到 朱仙剑的反噬之力 竟然如此厉害 那老人慢慢走过来 伸手拿过一块摸布 在厚重的供桌上 开始轻轻地擦拭 朱仙剑的威力如此巨大 再加上朱仙剑阵 足可逆天 这等兄弟之物大为天意 你在动用朱仙古剑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了 我自然知道 换月洞府里的石碑之上 自青叶祖师以下 历代祖师都严以下令 费得万不得已 不可动用此剑 老人慢慢地擦着供桌 动作很慢很慢 似乎这样擦拭了很多年了 所以才这么专注 他的眼睛看着桌子 忽然笑了一下 其实我也曾经想过 也许你多用几次朱仙古剑 或许就会死得 比我还快了 道玄真人望着那个老人勾楼的背景 眼睛里的瞳孔忽然收缩 过了一会儿 这才慢慢转过身 想外走去 你要走了吗 老人苍凉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道玄真人停住脚步 但并没有回头 片刻之后 他的声音缓缓传了过来 你还记得当年 我救你时说的话吗 那个老人站在黑暗的阴影之中 没有回答 道玄真人也没有回头 这个祖师祠堂 仿佛是飘荡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过了半晌 只听道玄真人的声音 我救你 是因为我欠你 但我不会让你活得 比我更久的 那个老人的身体 依然隐没在阴影之中 一动不动 道玄真人随即走了出去 离开了这个祖师祠堂 林京宇正在外面耐心等候 忽然看到 竟是掌门真人 从祖师祠堂里边走了出来 他吓了一跳 连忙行礼 道玄真人看了他一眼 眼中仿佛有什么奇异的光芒闪烁 随即点了点头便走了 林京宇目送着掌门真人离去 不知怎么 从刚才道玄真人 从祖师祠堂里边一出来 他就突然觉得 道玄真人的脸色 似乎有些奇怪的苍白 林京宇正自想着 从祠堂那儿 却已经传出老人的声音 是京宇吗 你进来吧 哦 是 林京宇连忙应了一声 说着便走进祠堂 刚走入祖师祠堂 林京宇顿时觉得 身上一阵凉意 同时四周也阴暗下来 他不禁皱了皱眉 这十年来 他一直跟随这个神秘的老人 在这里照顾祖师祠堂 但从他来的那一天起 他就觉得 这个祖师祠堂很是奇怪 无论何时 都是阴阴暗暗的感觉 偏偏这里呢 还不是漆黑一片 反而是在那些祖师灵位之前 还点燃供奉着许多乡竹 但这些乡竹 微弱的火光 却似乎只是为了衬托这儿 更深的阴暗而存在一般 根本没法让大殿之中 摆脱阴暗 乃至阴森的感觉 不过他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十年 而且对站在阴阳中的那位老人 更是井慕之急 早就不把来这里的奇怪地方 放在心上 当下 他恭恭敬敬 向老人的身影行了一礼 前辈 弟子回来了 这十年之中 林京宇不曾一次地想 称呼和这个老人为师父 但却无一例外地 被眼前这个神秘老人所拒绝了 所以林京宇呢 一直称呼他为前辈 反正看到掌门真人有识 也对着老人另眼相看 想来他必定曾经是青云门中的长辈 那老人笑了笑 从阴影里边走了出来 上下打量一番林京宇 见他出去几个月 面上有风霜之色 但整个人却更加精神 不仅眼中也是微微欣慰 这次出去 没受伤吧 要说受伤 倒也不是没有 不过都是些皮肉小伤 不值一提 只可惜这次去死则之中 无功而返 当下他简单将死则一意 说了一下 此时魔教内斗中三大门派 一起灭了长生堂的消息 已经是轰传天下 林京宇在回来路上也听到了 此刻也一起 对着老人说了出来 不过这老人显然对长生堂的存亡不怎么感兴趣 听到这魔教四大派伐之一被灭了的时候 他脸色都不变一下 只是安静地听着林京宇说话 在林京宇说完之后 这个老人沉默了片刻 你说这次魔教其他的三大门派 包括万毒门都有大批人马前去 是吗 嗯 是 那你有没有见到苍松 没有 前辈 林京宇的身子一震 但随即沉默 面上的表情很复杂 老人把他脸上神色都看在眼中 你是不是很恨他呢 林京宇的眼中略过一丝痛楚 我也不知道 但正邪不两立 反正我们就算再见面 也已经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了 老人冷笑了一下 林京宇吃了一惊 前辈 怎么了 老人缓缓摇头 转过身去 目光向上望着 映入眼帘的 是高高在上的无数 清云门祖师的灵位 他们灵位之前的昏黄烛火 此刻看来仿佛就像他们的眼睛 沉默地望着 祠堂里的人们 他从小将你抚养长大 传你道法 教你做人 末了还将斩龙剑传给了你 可曾有过对不起你的地方呢 他 他一直都对我很好 我往日也实如敬仰天神一般 看他如父 崇敬之极 可是 林京宇并没有往下说 老人也突然沉默 过了许久 老人苦笑了一声 带着无尽的酸楚 对着面前那些灵位烛火 滴滴说道 其实 沧松他只是一个走错了路的可怜人呐 的秀法